水 又大又好吃 家鄉味 好吃 我像北上南下 晚上回來的時候 我真的要回來這一碗 所以我覺得比較舒服 做這個好幸福喔 我每次把家人都拖累在裡面 這邊的話就是要往一個神岡 還有後離的方向 很多卡車司機都喜歡在這裡駛 早期那個豐原大道還沒開 大貨車要北上南下 或是去高速公路都會經過這裡 晚上要吃點心也要吃點心 在台中的神岡跟豐原的交會處 這樣的路口也交會出了一股美味 大家有沒有看到對面的那一間店 它是一個古早肉收店 已經有30多年的歷史了 現在是傍晚差不多5 6點的時間 店裡面就已經紛紛湧入 許多客人 他們一路營業到晚上11 2點 是在地非常有名的深夜食堂 店裡客人都是從四邊八方來的 對 吃10多年了 這老牌廚的你 對 這間的肉圍 現在是年輕人在看 以前就很好吃了 現在又如何吃 這很久 小時候只要現在 口感非常好 然後不會太鹹 它真的保留了台灣的味道 所以在這邊我們吃的吃 骨肉飯肉粥這樣 就是有一種懷懷念的感覺 那你如果一個禮拜吃 每一次到你會怎樣 渾身不對勁 苦心苦不鬆快 對 一定要來吃的 豐原在地古早味 老少通吃的肉粥 一碗35元 不只肉片大又多 還有滿滿的筍絲和濃郁高湯 超高CP值 難怪每天都高頻滿座 第二代老闆林昭成 忙碌之中有著自己的節奏 好 大家好 台主做飯多 好 大家好 龍昭肉好了 我們主要就是飯加湯 所以我們是要過第一個加熱 然後把飯就是攪拌均勻 然後再加料 傳統不是這種肉片的 傳統是攪肉 用這個肉片 它看起來比較好吃 口感也不會變 口感也會比較好 在一旁靜靜張羅兒店內大小似的 就是林昭成的媽媽張桂梅 肉粥店從她手上開始寫故事 也填滿了兒子的童年 自我民國80年做的 是她剛好小二年級 她就開始都對我每天就是這樣 只要下口的時間 她就是都在這裡做 不過她當兵回來的時候 到現在也已經23歲 她就做了一分個就完成了 好,別人 也可以拍照